字幕 喂 阿星 我設好手提好 還不開始訓練 怎樣?我在看我的比賽的英姊 是甚麼來的 2000年認識你奧運 2000年?我還沒出生的時間 Hello,Edis 不經不覺數好手指 我們一起訓練已經4、5年了 對,那時候17年底就開始跟你 已經4、5年了 不過你年紀輕輕就已經有很多成就 不過我有沒有告訴你 其實我都去過奧運 我是認識那屆的奧運 2000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都未出生 是嗎?你這麼年輕嗎? 01年出生 阿星,講起奧運 你們當年奧運有誰去的? 我們當年奧運厲害了 4成100米 有我、杜偉樂、何文龍和蔣偉雄 當時我們跑了4成100米 另外蔣偉雄也跑了100米 另外還有女子運動員 長跑天后陳敏儀都跟我們一起去 不如我先跑一跑 其實我們第一次參加奧運 就是1964年 就有運動員去的了 長跑的運動員裡面 長谷村牛子八四年有參加過 另外姚潔晶 你也認識了 他也有參加過 那你又知不知道 還有什麼運動員去參加過奧運呢? 2012年的奧運會 我們就派了男子的4成100米 代表 他們有鄧奕俊 黎振浩 吳家豐和徐志豪 2016年 都有派陳明泰去跳遠 和姚潔晶去參加馬拉松 而今屆的2021年東京奧運 也有陳重宏去參加把蘭 和程小雅去競酒 他們也是第一個 女子競酒項目的運動員 你講到奧運呢 我想和你分享一下 我們那時候 如何爭取去到 2000年的悉尼奧運會 其實要追溯回 就是1997年的時候 我們首次就是用 接力隊的名義 去爭取一些 更多的比賽 還有就是 總會就是 努力地 利用4成100的接力 這個發展 就去將本地的檢跑 去推動起來 於是 其實1997年開始 我們就有機會 可以組合到一個 第一次的4成100的港隊 我還記得 1997年那次 就是我的人生 第一次參加 亞洲的錦標賽 然後 去到1998年 我們也順利 可以參加到亞運 隨之以來 其實我們整個 接力的發展 都非常順利 這個順利其實有賴於 就是運動員 教練 和總會 大家一起去合作 直至到 你認識的 一、二年 現在 我們的接力隊 都是很厲害 很厲害 在亞洲那裡 是完全有一個競爭性的 我今天給你機會挑戰教練 講大家參加過一些大賽 什麼叫大賽 亞洲 二臣水平的大賽 好 17年亞洲少年賽 17年世界少年賽 18年亞洲青年賽 18年世界中學生運動會 18年青年奧運會 18年青年奧運會 還有 沒有了 到我了 我去過幾屆的亞錦賽 1997年、99年、01年、03年、05年 然後去過幾屆的亞運 1998年、02年和06年 我又去過世錦賽 我又參與過奧運 不過你更厲害 因為那些比賽 全部都是Junior的比賽 我Junior 就只是跑過亞洲青年賽 你比我厲害 你有細少 接下來你將會有很多的比賽 我們都有運動員 達到奧運的標準 或者通過 它的世界優勝 這個方法去參加奧運 例如今年的奧運 代表程小雅 他就是透過世界優勝 這個系統 可以進入奧運 姚潔晶 在上一屆 他都達到了馬拉松的標準 去參加奧運 所以我覺得就是 你只要有信心做 你繼續堅持去做就可以了 最重要就是 你堅持你的信念 你認清了你的目標 然後在你訓練上的時候 你對自己的要求高一點 你對自己的要求高一點 你就等於對我這個教練要求高 那大家就互相推動 我們會為你的目標去奮鬥 我覺得我們一定會成功 你都有很多機會 會接到到其他運動員 或者就是你會 有時總會都會鼓勵你們 在比賽上有其他的學習 那應該有些隨時發生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好像17年的世界少年賽 我們就去了肯亞比賽 這個國家 其實我未去之前 我就以為是一個很熱 或者是大家想像中 非洲國家 即第三世界的國家 可以說是 但其實去到 其實天氣是很舒服的 只有十多度而已 我覺得很適合運動員去比賽 或者是一個很令人去舒暢的天氣 除此之外 其實我們當時比賽完之後 教練就帶我們去一個國家公園 去看不同的野生動物 作為一個年輕人 那時候只有十六七歲 其實都挺興奮的 因為很少有這個機會 可以去這些國家公園 去看這些野生動物 其實我覺得 在不同的比賽中 有這些經歷 就是我們在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 可能如果沒有這個機會 代表香港出賽 我就不會有這些機會 去見識到更加多 也不會去認識到 原來肯亞其實是一個 這麼良心的國家 我也是因為你 所以我才可以第一次 是搭足南美洲去到阿根廷 所以其實是你教我很多的東西 其實我們現在Junior 比起你們以前 多了很多機會去見識不同的比賽 或者去不同的地方去跑步 七年去過肯亞去參加世界少年賽 當時就有我、謝爾軒、馬志輝、佩奇和聖蔡 我們五個就去非洲參加世界少年賽 其實那時候是我們大家第一次 踏足世界的舞台 都比較是一個 Freshman的心態去見識一下不同的東西 除了世界少年賽之外 我覺得現在Junior的運動員 其實可以由全國少年賽 開始去 就是著眼在這個目標 就可以踏出第一步 代表香港出賽 他慢慢 可能由全國賽 之後去到亞洲少年賽 甚至再高級些 亞洲青年賽 讓世界青年賽的目標去進發 因為其實Junior是比較多機會 不只得Synior 可能大家競爭會很激烈 可能我剛從Junior升上Synior 我自己也覺得 困難都挺大的 因為可能是有跨欄做例子 我的欄高由99cm 升到最高106.7cm 我自己可能身高上 就不是特別優勢 再加上技術不夠成熟 其實跨過高欄是有少許困難 再加上這兩年疫情 就可能訓練會暫停 或者停了很久 然後比賽又沒有怎樣進行過 其實我覺得 在這個Transition Phase 是比較難去度過的 所以我就想 可能這麼多位師… 不…師弟師妹 就可能把握好 這幾年Junior的青春 去參加更加多的比賽 見識更加多 認識更多的朋友 其實都對大家 將來田徑的路是會有好處的 其實我覺得自己 和你一樣都是這麼幸運 因為我其實運動員 都…運動員退役的時候 我就立即有機會 就是… 總會就是… 提名我去… 國際團員那裡去… 去讀他們的教練課程 然後就奧委會 給我機會 還有總會給我機會 就去了美國那裡去學習 讀書 去做一個教練 令到我可以看到這個世界 那個訓練 究竟系統是怎樣 那我就可以… 其實你們的成績 都是建基於我的經歷 所以這個就是… 正正就是 可以令到我 有更加多的知識 或者有更加多我的 所謂的感受 去幫到你們 去怎樣去… 在比賽上面 拿到好成績從來準備 所以我就覺得… 亦都因為我有這樣的經歷 那其實我就會覺得… 在香港的那個… 教練上面的發展那裡… 我們都是要慢慢走上去 和國際去接軌的 那所以呢… 我們其實… 每一年都會有一些… 國際的教練班 還有… 我們有很多就是… 一些的科目 或者不科目的… 一些的學習的平台 是可以給我們的… 註冊的教練 是有機會… 是可以去… 去學習的 那當然啦… 發展教練的專業 亦都是很需要的 因為… 教練的專業 是… 直接影響到運動員的質素 亦都是… 影響到整個… 田徑的發展 因為他們是最前線的人 那所以呢… 這個呢… 也都是… 我們… 在教練上面 我覺得應該是… 要重點發展的… 一個… 的… 嘗試看 在教練上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